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白宫一位重要官员9日表示 美国在抗击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斗争中正在走出困境 白宫新冠病毒应对协调员杰弗里·齐恩斯告诉CNN 美国有足够的疫苗供应给所有美国人 尽管每天新接种的疫苗数量已经下降到210万 比上个月的峰值下降了40% 他说 在美国18级以上的人口中 有58%的人至少接受过一次注射 美国总统拜登说 他希望在7月4日美国独立日假期前 这一比例能达到70% 齐恩斯说 美国正走上遍得越来越安全 越来越接近正常的道路 但他承认 每个人都厌倦了由于大流行而实施的限制 并说 戴口罩会是一种痛苦 他敦促还没有接种疫苗的美国人去接种疫苗 以及保持警惕 在拥挤的人群中戴口罩 齐恩斯说 不管美国是否在7月4日之前达到70%的疫苗接种率 美国将继续为尽可能多的人接种疫苗 如果有必要注射加强疫苗 从现在起半年或更长时间内 我们将做好准备 总的来说 有1.126亿美国人接受了全面的疫苗接种 最常见的是由莫德纳或辉瑞生技制药 公司开发的两针疫苗 但民调显示 约20%的美国人 通常是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表示 他们不会接种疫苗 这使得美国提高总体接种率更加困难 拜登总统的首席医疗顾问 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福气医生 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采访时说 增加接种数量的一个关键因素 是让接种疫苗变得极为容易 比如通过不断增加的不预约次数 药店的无障碍接种点 美国还需要得到值得信赖的信誓 如家庭医生 神职人员和体育界人士 来传播需要接种疫苗的信息 他说 目前美国每天大约有 43,000例新的新冠病毒病例被记录在岸 我们必须把数字降得更低 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 自新冠大流行于2020年3月 首次席卷美国以来 美国已落得超过58.1万人死亡 近3270万人感染 这两个数字都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 第二个新闻事件是 令人提心吊胆的中国最大火箭残骸 坠落印度洋 中国火箭残骸于5月9日坠落在印度洋上 其大部分部件在重入大气层时被摧毁 结束了有关碎片撞击地点的猜测 但引起美国对缺乏透明度的批评 中国官方媒体援引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坐标 将冲击点放在马尔代夫群岛以西的印度洋 自4月29日从中国海南岛发射升空以来 长征5B的残骸使一身人总是警惕地看着天空 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 大部分残骸已经在大气层中燃烧掉了 官方媒体报道说 火箭的一部分于北京时间上午10点24重入大气层 并坠落到东京72.47度 北纬2.65度坐标处 美国太空司令部确认火箭已重新进入阿拉伯半岛 但表示碎片是否撞击陆地或水域尚无定论 太空司令部在其网站上发表了声明 说火箭残骸撞击的确切位置和碎片的范围 目前尚不清楚 长征5B是自2020年5月首次发射升空以来的第二次部署 去年首发的长征5B碎片落在象牙海岸 损坏了几座建筑物 但没有受伤的报道 美国宇航局局长比尔·纳尔逊曾任联邦参议员 也曾是宇航员 纳尔逊今年3月被任命为美国宇航局局长 纳尔逊说 很明显中国没有达到有关其空间碎片的负责任标准 专家认为 由于地球的大部分表面都被水覆盖 因此人口的稠密地区遭受打击的几率很低 受伤的可能性甚至更低 但是有关火箭轨道衰减的不确定性 以及中国未能在重返飞行前发出更强有力的保证 加强了人们的忧虑情绪 路透社报道援引天体物理学家乔纳森·道威尔的分析说 火箭碎片坠落区可能远至纽约、马德里或北京北部 而最南端则可至至至立南部和新西兰的惠灵顿 麦克·道威尔说 自从1979年7月 美国航天局的太空实验室大部分从轨道坠落 并降落到澳大利亚以来 大多数国家都在设法通过其航天器设计 来避免这种不受控制的 这是中国火箭设计者们看起来懒洋洋的 他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个新闻事件是 美众院共和党人要求解密文件 以写实新冠是否源于武汉实验室 美国众议院多名共和党议员呼吁国务卿布林肯 解密显示新冠病毒是否起源于中国实验室的官方文件 与此同时 美国能源部研究机构在去年发布的一份 机密研究报告显示 新冠病毒可能起源于中国实验室 并从那里泄露导致大流行 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在三院底发布新冠病毒源头的调查报告 试图解释病毒是如何传播到人类 包括通过中间动物宿主和冷藏食物 而从实验室泄露的说法极不可能 世卫组织的报告引发更多的质疑和讨论 美国政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众议员 凯西·麦克莫里斯·罗杰斯与委员会其他两位共和党成员 5月6日向国务卿布林肯递交一封信 寻求国务院评估中国军队在武汉病毒研究所 从事秘密项目的有关记录 武汉病毒研究所位于2019年末首个新冠病毒案例的附近 5月3日 辛克莱广播集团发布独家新闻 报道美国能源部下属的生物防卫研究所 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情报部门 Z部分在2020年5月27日发布了一份机密报告 该部分的研究人员对大流行起源的两种可能 实验室泄露说和人畜共患自然眼镜说 都进行了评估 最后得出结论认为 新冠病毒可能起源于中国的实验室 根据纳斯达克的信息 辛克莱广播集团是美国第二大电视台运营商 拥有607个频道 其中154个隶属于4家全国性广播公司 福克斯、ABC、CBS和NBC 集团总部位于马里兰州的马尔地摩 辛克莱的报道称 利弗·摩尔实验室发言人给辛克莱广播集团的电邮 确认了这份报告的存在 但以报告密集为由拒绝提供更多信息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美国国务院高管 向美国之音确认 在去年9月10月份看过这份报告 印象是报告的结论很肯定 但他拒绝透露具体内容 这位前官员指出 从新冠疫情一开始 美国政府很多部门都根据自己的职能 进行了类似的调查 2021年1月15日 美国国务院发布书面声明 时机正值世卫组织复华调查小组 即将抵达中国 时任国务卿的蓬佩奥说 为了协助世卫组织调查小组的重要工作 美国政府愿意分享有关 2019年中国政府实验室内活动的新的资讯 国务院的声明指出 武汉病毒研究所2019年秋季 有数名研究人员发病 病症与新冠病毒一致 而中共阻止了独立记者 研究人员和世界卫生机构 对包括这些患病者在内的 武汉病毒研究所人员进行采访 声明还指出 武汉病毒研究所直至疫情爆发 都未停止对RATG13 一种与新冠病毒有96.2%相似度的 蝙蝠冠状病毒进行的研究 武汉病毒研究所还发表了 旨在提高病毒在人类传播能力的 所谓功能获取的研究报告 书面声明指出 武汉病毒研究所自2017年以来 一直代表中国军方从事包括 实验室动物的机密项目研究 辛克莱引述专家的话说 这一领域的科学活动具有双重功能 既可支持新的疫苗的拓展 又可用于生化武器项目的研发 第四个新闻事件是 普京出席纪念二战胜利阅兵 并称纳粹意识正在重新抬头 俄罗斯5月9日举行阅兵式 纪念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战胜纳粹德国76周年 总统普京出席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式 俄罗斯每年举行的纪念 二战胜利阅兵式 被认为是展示强大军事实力的爱国行动 今年恰逢俄罗斯与西方的紧张局势加剧 一万两千多名士兵和一百九十多件军事装备 包括洲际弹道导弹发射架 以及近八十架军友飞机参加当天的阅兵式 普京在阅兵式开始前发表讲话 他谴责了试图改写历史 为叛徒和罪犯辩护的企图 普京警告 纳粹意识正在同情抬头 普京没有做进一步的具体阐述 普京在讲话中誓言 将坚定地捍卫国家利益 并谴责恐额症的卷土重来 他说 俄罗斯人民信守他们的神圣誓言 保卫祖国 把欧洲各国从黑色瘟疫中解救出来 纳粹德国战败周年纪念日 俄罗斯称之为为国战争胜利日 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非宗教节日 据估计大约有2700万苏联士兵和平民 在卫国战争中丧生 今年的胜利日阅兵式 是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的第二次 去年的阅兵式 因为疫情被吹迟到了6月24日举行 与此同时 穆斯科与西方的关系 因为乌克兰冲突 被监禁的克里姆林公批评者 纳瓦尔尼的命运等一系列问题 而变得紧张 美国最近几个月来和俄罗斯相互驱逐对方外交官 俄罗斯与欧盟成员国也卷入类似的外交争端 俄罗斯4月初开始在乌克兰边境 和克里米亚集结至少10万名士兵 美国国防部表示 此次俄罗斯兵力集结规模大于2014年 俄罗斯称 兵力集结是军演的内容之一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4月下旬表示 俄罗斯部队展示了保卫国家的能力 他下令部队在5月1日前返回援助地 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 集结兵力被认为是对拜登政府的一次考验 9日 在俄罗斯各地的城市和被吞并的克里米亚 以及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赫梅明空军基地 也都举行了规模较小的阅兵式 好了 今天的言归正传大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